就是留下我们要的啦 所以最后的话 我因为录制的名称也叫筛选业务 然后呢 我们后面呢 就一个个做整理 我把它整理好之后呢 就长这样 所以这个注解上面呢 也会有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这个字有点小 把它放大 大概12号字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 这上面我都会有加上那个注解 所以你就是照这个注解啦 反正就 也许就是照这个步骤 大概啦 也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 也许可以有一些动态调 然后最后呢 因为我会需要改哪些地方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 新增工作表的时候 因为刚刚我们手key 对不对 所以你手key的时候 这一行好像本来就会有 可是这一行 它长得不一样 你们到时候录录看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更改 就是我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你要多记一个 就是sheets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add add什么意思呢 就是顾名师弟嘛 新增工作表 但是呢 新增工作表 如果你后面没有给它 after或者是before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独立变成另外一个工作部出来哦 OK 所以你要告诉它说 你要新增到哪里 新增到后面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参数 叫after 冒号两个斜线 就是参数的名字 这个是after一个参数 然后呢 在哪里呢 在sheets瓜糊 sheets.com 意思是说最后面那个啦 反正呢 我是在 如果是一个 最后面就放在第二 如果两个就放第三个嘛 意思类推 那最后面的话 你要更改那个名称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sheets 那因为它新增之后 一定也是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 会用到一个叫sheets.com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也不知道 那个叫什么 也只要工作表1 工作表2 反正那个名称 它是不固定的 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 它新增的时候 一定会放在最后面 所以呢 放在最后面的 那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请你帮我改成X 那你想X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了 什么呢 input box 有没有 请输入业务姓名 那意思是说 我今天输入的菜头嘛 那将来你把我的名字 改成菜头 那如果我改成老王 那这边不是改成老王吗 OK 所以如何变更那个 工作表名称 就在这里关键 那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 可能比较比较重要的 筛选 这个你有时间可以 其实说真的 录下来也没什么了 就是一个auto filter 所以在Excel里面 按下那个筛选 其实就是auto filter的意思 就是 那这个selection 是因为我没有选取 如果你将来没有选取 你可以给它一个range 一个范围 比如说直接指定那个范围 auto filter可不可以 也可以哦 OK 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要录下来的 那里面呢 比较特殊的就是 这个field 等于3 field等于3 3这什么东西呢 其实你会发现哦 把这个VBA 把它缩小一下 3 你会发现 123 这个3指的是什么呢 第三栏的意思 那如果将来呢 你要改什么 如果你将来 要改成 查什么呢 产业比 有没有 其实你只要把 这个field 改成多少 改成4就好了 所以将来录一遍之后 可以 就不用再录了 就拿这个当范围就可以了 OK 那后面的话 有criteria E 这个是E 不是L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查询的条件 是那个X 也许是菜头 OK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因为 刚刚我输入的时候呢 那个有一个且 下面那个空架 如果说你将来 那个且下面呢 如果你用输入一个 它会出现 这边有个 一个一个条件 Operation 就是说它的操作模式呢 它会出现 偶尔或者是 end 交集或连集 然后会出现 criteria什么 2 等于什么 所以你会有两个条件 那这个比较适用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那个 查什么 建档日期 有没有 建档日期 比如说大部分 是要查什么 从哪一个日期开始 查到第二个日期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的话呢 当然 豪键 可能就有两个 OK 其实 怎么 你们将来如果说 要修改了 你不用从头到尾录了 你只要把 你操作那部分 录下来 把它修改一下 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 那个方法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这个我想跟前面都一样 另外 蓝宽自动调整 其实就是 Auto Fit 就是 就是